根据政府资料统计 台北市在去年底 65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20% 提早迈入联合国定义的超高龄社会 面对人口结构明显改变 及因应高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冲击 台北市积极建构引发友善健康的环境 因此本集台北大神工节目 就要来实地走访好几个地方 来探访长者们的安老乐活情况 最后七天改运销 后面大家坐着都比较 你们的年纪老人家的话 坐着都比较安全 李早我刚刚看到有许多长辈们 正在认真的上课 这个关怀服务剧点 是不是常常办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大概一个月 目前来说有至少两次 让长辈能够从家里走出来 然后到这里 然后那是个同学会这样子 然后在疫情之前的人是比较多 因为这两年疫情之后 有些长辈已经离开了 现在长辈就是很忠实的来这边 然后大家就是很开心 然后来这边聚会 然后安排的活动 我就会尽量去找一些资源 像之前大概延续好几次 就是手机的课程 手机我们找好像两个外围的单位 然后他们愿意来提供课程 然后让这长辈能够用最简易的方式来学习 有些手机像什么找安徒 有些传讯息 或者是找一些美食 他们就是这些事情比较手机不熟悉的方式 我们就让这些老师来跟他们教导 所以他们来这边很开心 因为接触这次中医师这个院长 他愿意提供一些课程来跟我们分享 每一个月的月底 我就会把下个月的活动贴出来 让他们知道说下个月有什么活动 他们就会准备 就要先来跟我报名 像饭菜的量 位置 老师也要准备 他们有一些伴手礼 或者是一些吸引他们上课注意的一些东西 他们就会比较愿意来 老师也要先去好好准备这样子 脚头摆尾巨星 请我 就 腰部转动 往前往后 因为我们在家里 就是一个人在 就无聊 无聊 这边有活动 我们就需要来 他们叫我们做什么 我就没会做 早上怎么样 中午什么 晚上几点睡 这样子 不要吃咸 不要吃太甜 要多运动 早上起来 真的要吃 你有希望就是比如说 像政府可以再给老人什么样子的福利吗 或者是 好像说多补助 多教养一些年轻的 老人 假如有需要的话 多给我们帮助一下 平常会来这场课 有啊 有啊 都有来啊 都来啊 为什么会想要来这场课 啊就 离宅酒啊 就来啊 反正是 他89岁啊 我85岁 他89岁 我85岁 反正是没有自作嘛 闲闲嘛 就来啊 那来这场课 对你们来说 有什么样的收获吗 一些知识啦 好像不知道啊 我们都听到 我们都不知道 没来上课 都在家里 都没私一没 一天之后 一天就过去啦 一天就过去啦 对 啊这位来上课有充实吗 来上课有收获啊 对 都叫这个八段情 把八段情很亲耶 对 你如果有恶恶到 就哦 对健康很好耶 大八段情 社会很贵耶 但是 调理 頤胃 頤胆子 頤胆子 就是手往下 就是手往上 这个是 腰膝盖下花 中式是大腿 是大腿 大腿的外侧 三四年来 我们一直在推广一些 地区 地区社区的老人 延缓私能的课程 那八段情是延缓私能的一部分 它不断可以改善我们的走路的状态 而且可以减少老人失智的退化 那我们课程内容除了八段情以外 还有一些穴位的按摩 还有药膳 还有一些药茶的配合 让希望能推广到我们各社区 让我们大家更健康 根据我们这几年的推广的效果 发现做运动 对老人的效果非常的好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 他们在走路的状况 其实稳定度 平衡度 那在预防老人跌倒的部分 都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 改善血液循环 然后延缓 增强记忆力 延缓私能 大家都非常有兴趣 然后下课的时候 还有人说 今天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这是我们中医的养生保健 现在落实在社区的 很重要的一部分 上网课活动了一个早上之后 接下来就是共餐的时间 社区关怀剧店 特别为长者准备美味午餐 看起来都好好吃 你觉得它的饭很好吃吗 很好吃 很好吃 你觉得有爱的感觉吗 我说 这40块 那我们做一个广东 40块要买 共餐的服务力有感觉 这样很好啊 我们天天自己在煮饭 难得人家煮给我们吃 这太好了啊 对吗 那你这个心情就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回家就可以吃了 就不用再煮饭了 很好 对老人家很有照顾 都很亲切 里长很有礼貌 什么都 都会照顾我们这里来的 我们的老人家 还是小孩 他都有时候会去 好像说看一下 去 去 给我们照顾 给我们照顾 给我们关心 很关心 哇哦 住在这里的长辈们很幸福耶 每一位都精神抖操充满活力 而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一个真正超高零化的社区 他们的生活又会是如何呢 一起来看看 这里是台北市中山区龙州里 虽然里内范围不大 但是根据护镇事务所 112年1月 各里区人口统计 龙州里人口 4739人当中 65岁以上长者就有1133人 百分比为23.91 堪称超高零化社区 我们一起来认识里区 这个地方事实上龙州里 范围很小 400公尺乘250公尺 就是龙州里 可是呢 有将近3000户 快差不多3000户 2000多户 最近3000户 人有将近5000多人 所以这很小 最主要是都是高楼大楼 都是大楼 不是一般的公围 都是这些人家住宅大楼 那现在要在台北找一个 市周围这个住宅 中间有一块绿地 可以活动 这边早上 差不多五六点钟 下午差不多三四点钟 都有很多老人家 在这边活动 因为不必要跑到外面去了 又安全 这个地点是非常好 环境环境非常好 深入取居这个地方真的是 很方便 最老人家来一想 他们也不必要 所以这边很多早骑士 六个建村组成的一个 新兰 早骑士圈圈 六个建村组成的 那 一些长者走了以后 都有很多儿女接住 那现在最多的是跟谁住 长者跟外老 因为一些孩子在国外的 可是在中南部的 生活形态就不太一样 对 所以他们都有一些就是 我儿才会回来 来看看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儿子 会去照顾你的孙子 不会照顾你 长者 一般来讲都是这个样子 像我们以前照顾小孩子 所以 现在孙子 要女儿子去照顾 那我们老人家 只要自己照顾自己 要不然就交给外老 这样子的社区文化 会不会变成 比如说是长者们互相照顾 还是这个重弹落在里长身上 我会鼓励他们走出来 不要待在家里面 因为在这比较容易 食肢 记忆摔掉都会 所以我为什么弄了一个 一个关怀祭典 就是要让长者能出来 动动手脚 动动脑筋 可以增加 比较不容易食肢 现在问题最多就是食肢的问题 老人家食肢问题最多 所以我一直鼓励他们说 要健康 上个礼拜我带他们 两部游软车 都是长者出去 我一直这样说 出去 对 出去一日游 大家都很高兴 为什么 而你有没有时间陪他们出去玩 对不对 所以他要带他们出去 他们都会很高兴 这个是要给人家的 这个第三条 中国节的玉米节 玉米节 当然课程就是要 以我们长者们 因为大部分长者们眼力都不好 所以我们要设计就是 让他们可以看着 不伤眼睛 那我为什么会做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你在编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的手指头都在活动 促进你的末梢神经 那些脑子也会在活动 我怎么样把它 我怎么样把它编得好看 然后自己可以发挥 我不一定一成不变就对了 只是我告诉他们怎么做 基本的做法会做以后 所以我们设计很多课程 我们也有这种串珠 这个是小的 他们长着眼力不好的 就有大颗的串珠 他们都有在做 我们前一阵子 你看我们墙壁上面那些 都是我们最近的成品 像那些扭扭棒做的那些花 我们还有做一盆一盆的草莓吧 草莓编织 那边是运动班 运动班做的 毛线什么那种编织 就是训练手脚 做很多东西都是实用的 都是实用的东西就对了 那长者们在做的时候 大家也会互相聊天 出来 主要是要到长者们出来 不要在家里头 在家里面 你每天就看电视 就看就傻傻的 什么都没有跟外面结束 我感觉就是他们就是 真的不容易失智 因为会动脑 然后会互相回去也会问 然后我们有LINE 有群组 大家会做 你看我做的就是怎么样 大家会互相检讨 互相 你看大家 纠正一下 这个我帮你弄一下 那个我帮你弄一下 那就完成作品 他们就很有成就感了 主要是目的在这边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高中化社会 会觉得其实长辈越来越多 这样的照顾的课程会越来越难做 或者是越来越 觉得力不从心 无法照顾到每一个长辈 会 因为毕竟场地的限制 或者是人力方面 因为你人多了 你去照顾的人也要有 是不是 那你看我们上次 我们上一期三个月 最后一次就 刚好碰到中秋节 那我就设计一下 说我们就不要编制 我们就搬了几台烤箱来 我们就教做月饼 做蛋黄酥 做碰莉酥 大家都有参与 弄面粉 或干什么 包 然后烤 负责烤着烤 负责包着包 大家都很高兴 这个很灵活地在设计 不是说一定都在做这些东西 刚好碰到什么节日的话 我说我们大家来做个别的吧 好 大家都好 我们就来做 是这样子 不是说一成不变的这样子 我曾经好像有私自过 什么都忘记了 那结果后来就 我们社区有这种活动 我就来参加了 那就不让自己私自 你们个人就是觉得 比较迷失方向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的私自是全部忘掉 什么东西都忘掉 什么东西都忘掉 那个时候就是我女儿 还没有退休以前 要快退休之际 那她会交代我说 你今天要做什么事啊 什么 那是你觉得来社区上课 可以帮助你增强记忆这部分 我觉得 譬如说今天教这个东西 我就没有以前那么俐落 我就 左边教我也不会 右边教我也不会 我要自己还要想半天 我自己还要研究半天 她到底是 以我自己方式的 来了解这个东西 我才会做 嗯 但当完成了一件 会不会很有成就感 当然 这个有成就感 我想做一条给我大孙女 做一条给我二孙女 就是这样 那来这边上课 你觉得氛围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 非常好 怎么说 所以就是说 每一位 这些都算我们的邻居嘛 每一位邻居都很好 心地都很善良 喜欢来这里 这里非常好 这里的每个人都非常好 除了记忆力的部分 比如说手脚 会不会觉得有运动到 有比较协调 有啊有啊有写点 我是 那时候我觉得我不好的时候 我就去拿一个本子来写字 我就拿一本书 就是随便写 就是写字 那我记得以前我爸爸 我爸爸活到95岁 他每天早上都起来写大字 用报纸写大字 我就想起这件事 所以我写字 我一个人在家里 孩子们也都搬出去了 一个人住 对 孩子们也认为说 我在家里可能会太孤单了 那我说社区有这个手工艺帮忙 那说希望我们动动手动动脑 然后会退化得慢一点 所以我就过来 而且大家都很熟 都是左右年纪而已 然后就非常的快乐 时间过得很快乐 你个人觉得对你真的有好处吗 对我 有啊 动动什么动动脑 我想这个是给我们一个信心 在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过程中 已经进入老人的过程中 这个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 然后有老师的很细心的照 也知道我们嘛 然后我们就会动动脑 然后当然是动动手 现在最起码就是说 我可以出来外面学习 然后跟大 这些等于是姐妹们啊 聊聊天啊 然后当然就很多 像譬如说有一些老人中心组 我也有去参加过 还有唱歌啦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大家一见面就是 心里就 我觉得是说 人跟人之间一开口笑 好像很多烦恼都会烦 就会放了 就会放掉了 现在因为我们要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老人家会越来越多 你会如何鼓励这些长辈们 要多做出来 因为现在眼睛也不好 眼睛也不是很好 当然对看电视啊 然后现在虽然是有手机可以看啊 有很多东西可以吸收是没有错 但是手机对我们老人家眼睛不好嘛 电视对我们的眼睛也不好嘛 然后就是说在手工艺方面的话 就是说老师们会 像譬如说我们这个机构 他都会为我们也设计一些 我们老人可以 比如说像这个 我的线大一点 我就眼睛就不会负担那么重 然后又在学习上面 大家互相鼓励 日子很好过 我觉得过得很快乐 时间过得特别 这充实的感情 我不喜欢待在家里 我好喜欢出来参加上课 我原来是参加别的地方 南京堂 那个有老人 就是长青学院 我都有参加长青学院 后来我们老邻居都要来这里 我就觉得我就那边休息 就来这里上课 那你来这边上课的氛围怎么样 我喜欢好喜欢 然后我们在这里上完课 坐在这里共餐 还可以等一下打桌游 所以我们就蛮喜欢在这里 共餐的部分会觉得说 跟平常一般在家吃饭的感觉 不太一样 我们自己在家里就随便吃 什么昨天剩下什么旧的菜 就自己吃就吃一下 在这里也至少一盒 那个什么都有 我们今天点鱼的话也有 或者是点鸡腿的话都可以这样子 营养比较好 所以你觉得来这个社区 不管是身体上还有心灵上 都是会比较促进健康部分吗 是真的 不然我们老人营养不够也不好 自己在家里都随便吃 所以会不会很期待 就是每个一拜 有 我们要上课的时候都会来 都会来 那也有认识很多好朋友 是啊 这里邻居都是好朋友 有希望台北市对于老人福利的 这部分有希望再加强 或是有什么期盼吗 真希望这种团体多一点 大家都能走出来 都能参加 这样真的很好 是真的不错 好 一起吃饭的感觉 一起聊天的感觉 对对对 是什么聊天 因为都很熟悉啊 然后就很自在啊 当然会不会更香 我有这种感觉 早上他们这个手工艺班 我们就结束在共餐 中午的共餐 有人可以边吃边聊 大家就比较有 你自己在家里吃饭 自己一个孤独单单的 在这边共餐大家一起可以聊聊天 聊聊天吃吃饭 大家都很高兴 就是米饭会不会太硬 不会啦 也不会太硬 下午啊 下午有来 两点半啊 有东西 到你办公室啊 我们的礼瓶都有 七十岁以上的 七十岁以上的 四年 五十六碗 一半 五十六碗 一半 五十六碗 一碗一碗 一碗一碗 都不一樣 就是兩隻 來 這要幹我 一碗再倒 我從來 五十六碗 一碗一碗 我讓你太樂了 謝謝 一碗二碗 一碗二碗三碗五碗二碗 一碗二碗 一碗二碗二碗二碗 這兩個有三碗二碗 有 這女生體健康 對 常來里長辦的活動嗎 有 一日有 二日有 都有 你覺得這個里長 他辦活動辦得怎麼樣 他很辦 吃得也很好 服務也很好 小心走 慢慢來 不要急 都很關心我們老人家 你覺得台北市有這個禁老金 跟譬如說對老人的福利政策 你覺得怎麼樣 還好 還可以 還可以喔 還可以 那你感覺住在這個社區的環境怎麼樣 很好 很好啊 你覺得有哪部分還不錯 有什麼優點 就是交通方便 生活經典都很方便 有招商 有學校都有 那你個人覺得這個里長 他對於就是 里長老人的照顧怎麼樣 很好啊 也是 有老人還可以靈敏 而且我們前天才去那個 才辦禮民旅遊去玩 贏到重陽節的花蓮的米 漂亮 你有沒有開心 當然開心啊 對 重陽節什麼都有啊 帶先生領 領到什麼 米啊 覺得開心嗎 很棒 怎麼說 心情怎麼樣 心情很好 因為我每天都要煮的飯 很開心 有東西啊 都開心啊 你覺得里長的服務怎麼樣 對 長輩的服務 不錯啊 不錯啊 怎麼說 對 很親切 很親切 嗯 老人家 他某種年齡 都希望有人聊聊天 你要不再動腦筋去聊天 就容易退化掉 農舟里平常講 就是老人村啊 英華長者太多了 就是你去關心 而你都把它丟在這個地方 在外縣市 在國外 所以 希望社會界能多關懷我們農舟里 能多點資源 因為我也是不夠分啊 你知道 為什麼他有 我沒有 我說 有700多位 第一次我也沒辦法分到700 了不起300份 400份 拿不到的人就會抱怨 對啊 這個是 所以很難啦 資源有限的話 我覺得很難去做事 辛苦領張 只要好 我說發完為止 像下午要發的這個選擇 發完為止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資源去動 那個面線跟 跟那個面 壽面跟那個蛋 是我自套腰包的 一個人60塊錢 比方說一個人60塊 700多位 也是好幾萬 台灣已經從高齡化社會 快速地邁向超高齡化社會 許多長者福利政策 必須要加緊腳步修正強化 幸好有許多基層離帳 與職工們熱心服務 讓長者的生活更充實 真正歡喜樂活於當下 今晚總之夜 不時會討論 我只會說 有一個人十分快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沒有說 我會不會說 我會不會說